欢迎每日一打 给大家出门两个问题 第一个出门说 你看我这个茶没怎么了 其实就是三茶花 然后呢 看起来有点蔫 跟花儿们说过无数次 三茶花 你晚上的时候 用个大一点的塑料袋 给它套起来 叶子背面可以稍微喷喷水 白天的时候打开 正常这样晒太阳 你要是说家里边的话呢 它空气湿度都不够 它就会发蔫 我们棚里面空气湿度都够 你看我们这些都不会发蔫 即使是盆土里面 不用浇过多的水 它也会长得很好 就是空气湿度不够的原因 明白了吗 臭宝 下个臭宝 千年木闷根缺水吗 是有点缺水缺肥了 你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该浇水浇水 该施肥施肥 就会好很多了 明白了吗 臭宝 你不能不管理它 不管理它也不行 这个臭宝就略微有一点点懒 找一些那爱浇水的花友 给你浇两回 就好很多了 该施肥施肥 别过分 有话说 你说我缺水了 我天天浇 那不行 摸摸盆土不干 咱不浇 行吗 你这干了 咱就浇 下个粥宝 这啥原因 发财术啊 给花友梅说过 无数次了 第一点啊 你摸摸盆土不干 先别浇 第二个事是什么呢 不好的叶片 你给它剪掉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出毛病不改 它肯定发不了财 最好的就 花友梅养化了 每年五一前后 你给它适当的修剪一遍 适点肥料 让它重新长新的 你这样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咋就理解不了 下个粥宝 蝴蝶兰咋的了 你这个蝴蝶兰 总体来说 还是蛮不错的 它下面的叶子黄 说明什么呢 营养不济 你像我们养蝴蝶兰的 大棚里面 它浇水 基本上都是有 水溶肥在里面的 明白了吗 它其实这个盆土里面 没什么营养的 到你们家 老叶子这种啊 就是代谢掉了 就是营养不够 它得供上面 懂了吗 可以施肥 可以换一个 大一号的盆 试点肥料了 下个粥宝 我的是不是冻伤了 没有 长得很好啊 你这个三角梅 长得很好 下回摸摸盆土 不干就先别浇水 适当的控控水 三角梅会长得更新鲜 该给点肥料 给点肥料会更好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 我每天给大家分享 养花支持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任意 白了粥宝